歡迎收看食品牌的全台灣日常酒吧 我是可樂 今天邀請了姜姜 我的好酒友 她本身是一個showgirl 也是很常在做主持活動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收到很多的問題就是 欸 哪個杯調酒熱量比較低 showgirl他們有時候愛喝酒 但也會就是怕熱量 要控制身材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 就其實你知道 啤酒的調酒是熱量最低的 啤酒嗎 對 因為大家可能會以為 因為大陸說啤酒熱量很高耶 就覺得啤酒 啤酒度什麼的 但其實沒有 酒精濃度越高 其實她的熱量越高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聊尾牙 那尾牙季快到了 對 每年的年底大概12月到1月的時候 就是尾牙季的時候了 然後就會需要像我們這種漂亮又會 主持的 漂亮又會講話的女人好不好 來主持 像尾牙場的話 也會有很多喝酒的故事 你有遇過什麼很有趣的嗎 喝醉酒的嗎 對 長官還是我自己 長官好了 好我們先從長官開始講 長官喝醉酒的 喝到太失控 我有一次 我遇過最失控的一次 印象最深刻 就是有一次 接到一個日本公司的那個尾牙 然後他們長官應該大概 五十多歲的有點阿伯的那一種 然後他就是喝多了 然後就開始把衣服全脫了 然後就剩一個真的是 我跟妳講那種兩鏡看起來 演的是真的 就是他拖到剩一個領帶 然後那種就是那種 夜會場不是喝的那種盤子嗎 他就開始跳那種 全裸 然後跳那種 就是遮住重點部位的那種 對 很荒謬耶 就是你現場看一個大叔 然後錘著屁股 然後一個大肚子 然後那邊就是擋他的雞雞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擋到 反正也沒有人在乎 就是他的那個 天啊 那妳需要去制止他嗎 沒有 我看得開心啊 我們樂見其成 我之前聽我朋友說 有一個女同事是喝醉 然後喝醉在現場 在宴會廳尿尿 這也是很 這會很大 trouble 因為你 之後你還要去公司上班啊 對不對 對耶 社會性死亡 社會性死亡 那其實調酒圈的尾牙 也都蠻可怕的 可能你只要抽到什麼獎 你一定要喝個多少杯 然後或是 越大獎越大杯嗎 對 有看過很幾次 有乾公杯 嗯 我想到一個 之前有一個 因為我們有一個尾牙遊戲 叫做幸福一桶金 就是每個人要投那個 一百塊的鈔票 進去到一個透明的箱子 哦 最後寫名字 然後抽出來的 然後有一次有一個 雇那個幸福一桶金的人 他喝醉 然後幸福一桶金 就被偷走了 你知道嗎 乾很乾耶 真的很乾 人只要喝到一個語樂池 就會你知道 什麼都來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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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掌握 老闆在 罪與 沒有真的 完全爛醉的中間 然後 因為有的公司 他們會準備那種 加碼牌 就是一張很像支票的那種 然後老闆在上面清寫數字 然後他如果有點喝醉的時候 我們就在旁邊說 老闆是不是後面要再加一個零 就有一次我們主持 然後 他一開始 我們要寫加碼兩千 然後後來我就說 哇 你少寫一個零了啦 然後因為主持人講話就是很有公信力 他以為他真的就是少寫一個零 後面又補一個零 謝謝 老闆加碼兩萬塊 然後台上就 的那一種 而且是兩萬塊十位 大家正常給你們小費 你知道我們本節目就是走一個尷尬的路線 那你有沒有什麼就是解救那個尷尬的方法 就場的話 我跟你說 通常主持人 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不要尷尬 別人就不會尷尬 喔 我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 對尷尬的就是別人 你知道要比別人更先醉 或是比別人更先進入那個狀況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尷尬了 我有遇過就是業主請那種樂團來表演 他們就開始那個拉小提琴 然後他超難聽的那一種 就是真的人家做帥的 他們原本就是那個樂團好像 預計要表演四十分鐘 然後十分鐘就被業主請下去 真的高歌離席 因為我覺得尾牙可能喝酒 你知道什麼事都肯發生 那平常主持的時候呢 有有有我之前有遇過 那時候好像那抽獎 然後就有一群人 大概三四個 然後就跑進來討債 但是因為 假裝沒看到嗎 不可能 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自拍的 大家都看到了 然後你就進去 欸超級了 欸超級了 那像那種尾牙 或是展場工作 你有沒有遇過就是有點性騷擾 尾牙的話 喝酒 我覺得大家酒性上來 可能難免會有一點集體接觸 就可能老闆很熱情 或是就是大家大合照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勾肩搭配 所以因為我在酒吧 我很常會遇到 就是可能有些男生就是喝了酒之後 他就有些行為什麼的 可是可能就是其他人就會接受 啊喝醉就是那樣 所以你覺得是克制得住的嗎 我覺得這種說法 我會不能接受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 就是我喝了酒 會幹嘛 就可以來合理化 就是性騷擾這個東西 就是在這方面 我會蠻不爽的 你會比較有解釋 對 展場的話 比較多會遇到那種 我們俗稱 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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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在禮拜幾 然後什麼展 有趣的展 或是無聊的展 他都會來 騷擾的話 他可能會 感覺他的手機就是一直在拍一些 會 修哥的工作其實真的也蠻辛苦的 那你知道 尾牙記大家到了 大家不要為難主持跟修哥好不好 要那個大家尾牙的時候 麻煩給主持人多一點回應 因為我們在台上其實很寂寞 然後又很尷尬 我們喜歡被重心腫到的感覺 他們終於在幫你們加碼加碼加碼 確實 好啦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尾牙能抽到好獎啦 Yay 那我們Siba下回見 掰掰 喔所以威士忌那種的 剛剛講是熱量最高的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我在網路上有找到幾種喝法 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加檸檬的Soda 第二個是加綠茶 然後我今天有買特別買的是那個 淡麗的啤酒 它也是有減糖的 酒吧最常見的就是Rae Eye 加番茄汁 我在熔工作的時候很紅耶 這杯 老客人都超愛點這個 可能有些應酬場合啊 你可以點一杯調酒 然後又不會讓人家發現你 喝得很淡 最後一款 如果我在網路上看到就是可以加可爾比斯 但其實我也沒喝過 然後我就是發現有一個就是 梅子的可爾比斯 還蠻特別的 像是台灣的梅子 試試看 為什麼我從來沒有看過我梅子的可爾比斯 不知道我剛剛去買一團發現了 這是電影商店買到的嗎 對 所以大家應該也是蠻好找到的 來 檸檬Soda 很健康 我好久沒有喝過這麼健康的酒耶 沒有什麼味道耶老實講 而且因為啤酒是淡麗吧 淡麗的味道本來就比較淡一點 真的好淡喔 淡滷水 對我們來就是有點酒冰沈飲的人 好像 沒有感覺 但它是有麥味的啦 麥味跟氣泡的 這個就有綠茶感了 比剛才的檸檬 我覺得更有味道一點 比較清爽一點 它是有茶味跟麥味 我覺得蠻搭的 那你有喝過番茄的嗎 老學妹就是期待這個 我們也是在士林榮認識的 喔對沒錯 欸我最期待這個 因為我喜歡那個梅子 你覺得它梅子的味道應該不會到 真的很重 有嗎 完全感受不出來了 完全沒有 沒有梅子的味道 但是有克爾比斯的味道 克爾比斯跟啤酒是搭的嗎 你覺得 我覺得沒有違和 但我覺得這四款酒是可以推薦給他 或是有那種熱量考量的 我覺得女生啦 女生會 而且不常喝酒的 可能就會比較好上市 那以上四款呢 就是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想喝調酒 但又怕熱量太高的話 可以很好調製的四款 都可以有很多 你們 的